大家好 欢迎收看普通stm32视频教程 上节课呢 我们介绍了一下pwm和怎么来配置我们这个pwm的输出 今天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来编写一下这个pwm输出的一个控制程序 在前面呢 我们也讲解了一下 编写程序的一个大概实录 我们通过这个实录啊 来进行一个 程序的一个编写 首先 我们要初始化 我们这个 pf9管脚 它的一个pwm输出的功能 因为呢 我们使用的 定时期是它的通道一对应的是我们的pf9管脚 所以要配置它对应的一个端口时钟 还有映射到我们的这个 定时期是cg1通道的这个功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编程 配置步骤呢 我们前面也说了 就按照这个 这个步骤来初始化 我们这个pwm 啊 现在我们就来编写一下这个程序 呃 我们在上一节课的程序技术上还进行一个 修改 在这个工程模板上面进行一个修改 我们这一节课程序呢 是12 呃 呃 pwm输出的那个程序 pwm输出的 然后呢 我们打开这个工程 我们编译一下啊 这个是我们上几课编写的一个定时器中断的一个程序 实验的功能呢 也比较简单啊 就是设置一个 呃 定时时间啊 你到达这个时间 你就让我们这个直升了还进行翻转 我们先编译看一下啊 看他是否有错误 有警告 没有错误 没有警告的话呢 我们就接着下一面的程序编写 没有错误 没有警告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放心的 呃 进行程序的一个编写了 呃 我们把这个定时器的这个功能呢 把这个驱动文件呢 把它给去掉 因为呢 我们现在是要实现一个pwm输出的 所以呢 我们把aub工程组里面的这个 啊 他们点试验把它给移除掉 怎么移除呢 我们前面也说了 只要右键一个remove这个file就可以 还有就是直接通过我们的呃 键盘elect 通过elect然后呢 就可以删掉 直接移掉 好 我们把这个这一部分的功能呢 哎 我们先让它保留吧 因为等一下 我们还是要用到 呃 用到定时器的部分 所以呢 我们先把它 先不要删掉它吧 因为它的一个呃 pwm输出啊 它依然是在定时器的一个技术上呢 进行呃 开发的 所以呢 我们 到时候还是要使用到电视机初始化那一部分程序 呃 这里呢 我们先不删掉它 先编译一下 没有错误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编写一下 我们这个pwm 呃 相关的一些程序 呃 同样的 我们新建一个原文件和头文件呢 呃 方便于我们管理 我们在app 呃 文件夹里面 新建一个pwm的一个文件夹 方便于我们的管理 呃 看到这个文件夹名呢 就知道 它是针对于我们stm32的一个pwm控制的一些程序pwm点c 创建一个点c文件 呃 再创建一个呃 文件 然后呢 在.h文件里面呢 我们要搭建它的一个框架 对不对 呃 怎么框架呢 就是if not define 然后呢 呃 是pwm-h 然后呢 这是define 呃 再复制过来 然后下面是一个endify endif 空一格 好 这个框架 我们搭好了 然后呢 在我们这个 呃 头文件里面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包含我们这个f4的一个头文件呢 对不对 那同样的 我们就直接把我们的系统的一个文件呢 啊 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个系统文件啊 就是未带的一个操作 还有它的一个f4的头文件 把它给掉进来 这样的话 我们就直接可以在这个原文件里面操作我们的 这个标准库里面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 呃 这个头文件呢 已经定义好 现在就是把这个头文件啊 包括进来 写到我们的.c文件里面 对不对 wm-h 定义进来之后呢 哎 这个框架就搭建好了 我们要把我们的新建的这两个文件的 啊 就是这个原文件添加到我们的工程当中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添加到app里面 我们双击app 然后呢 选择我们新建的这个文件 pwm-c 添加好 这个时候呢 就已经将我们这个pwm呢 添加进来了 同时啊 我们要把它的一个 同文件路径给包含进来 对不对 同件路径包含进来 哎 这样的话呢 那个差呢 就消除了 呃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编写一下 我们这个pwm的一些初始化程序 呃 怎么来初始化这一个 呃 通道 让他呃 实现一个pwm的输出 这个配置步骤啊 我们在前面呢 已经讲了 我们就按照这个步骤啊 来实现 首先 我们要写一个函数 对不对 写一个初始化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名呢 我们可以定义 博尔的 那么同样的啊 采用这种名字来定义 定式机制是 通道1 然后呢 pwm 它是一个pwm输出的 那么是初始化init 那么这个函数名呢 大家可以自己定义啊 为了啊 更更加区分啊 它的一个功能 我们可以这样定 定式机制是对不对 它的通道1 产生一个pwm 它的一个初始化函数 这里呢 我们也加一个void 啊 当然你不加也是可以的 这里呢 等一下要传参数 我们不加void 吧 等一下要传入参数的 就跟我们的定时器的一个 呃 设定它的一个时间一样啊 通过给它传入一个自动重装载值 还有一个预分屏器的一个值 然后呢 就可以确定它的一个 技术的一个周期 对不对 接下来我们就来对它初始化 要初始化这个pwm的话 首先你要使能它的一个时钟 因为我们这个pwm 它同样是 呃 定式器的一个功能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要使能它的一个 时钟 定时期时钟的使能函数啊 我们跟上面的是一样的 只不过里面的一个定时器啊 要 改一下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一时四 呃 它同样是挂接在我们的app走线上 所以呢 也是这一个函数 复制过来 呃 这里呢 是一时四对不对 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呃 实现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pwm 就是定时器一时四 它的通道一啊 追应的是我们的呃 pf6这个管脚呃 pf9管脚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要使能它的端口时钟 那么使能端口时钟啊 呃 前面在介绍 led 那么多实验的时候呢 都给大家介绍过 gpl的外设啊 它都是挂接在ahb总线上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复制这个使能的一个函数过来 复制过来 它的一个使能呢 就是端口 f的一个使能 对不对 啊 始终使能之后呢 呃 我们接下来 还需要把我们这个 pf9那一个管脚啊 啊 映射到我们这个定时器一时四 它的一个功能 对不对 那么怎么映射呢 哎 前面也给大家说了 就是通过这个函数 啊 将我们这个gplf9 啊 来映射到我们的定时器的一时四的一个功能 所以呢 调用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啊 我们直接从这里复制了 我们直接从这里复制啊 复制过来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它的一个配置函数啊 我们 看一下这个函数呢 我们可以直接进入这个函数里面 看一下啊 这是在gpl.h里面呢 有它的一个函数的一个声明 那么这个函数呢 有几个参数啊 有三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它这个啊 端口的一个选择啊 第二参数 它是一个对应的管脚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 0到15嘛 对应的管脚 那么 第三个参数呢 哎 就是它的一个映射的一个 呃 功能的一个选择 比如说我们 呃 可以映射到定时器一时四 还可以映射到其他的一些功能 那么它呢 都是对应着其他的一些管脚啊 你看到你这个单边机的管脚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原理图里面的 像pf9 这里呢 有一个 tm 14cg的一个功能 对不对 也就是一个电视器一时四嘛 所以我们可以 映射到这么一个功能上面 啊 就是通过这个函数来实现 啊 传递的参数呢 就是这一个 所以我们复制过来 呃 先对他的那前面几个参数来写一下吧 首先第1个是一个端口的选择 我们端口呢 是在f端口 然后呢 然后就是他的一个管脚 对不对 我们是第9管脚 然后根据他里面的参数 呃 不会写的呢 可以直接到这个库函数里面查找 呃 我们是第9个所以呢 复制过来 这也是教大家快速的一个 创建工程 那么第3个参数呢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呃 他的一个 呃 映射的一个功能 我们是电视器一时四 复制过来 然后呢 复制到这里 这样的话 我们就将 pf9啊 映射到我们的 呃 他母一时四这个功能上面 呃 映射好之后呢 呃 我们要将我们的 呃 gpiof92来配置他的一个 复用的一个功能 对不对 因为呢 呃 我们 用io口啊 通常呢 都是用作 呃 基本的一个io 那么要使用他的复用功能的话 我们就要配置为复用的一个输出 所以呢 呃 gpio的一个配置啊 在前面 led的那些都有 我们直接可以复制过来 呃 复制这些的时候 还要把他一个结构体啊 一个定义啊 给复制过来 呃 因为他的一个gpio这个结构体定义有一个 我复制过来 然后呢 呃 对gpio进行一个操作了 是不是 我们直接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 那么gpio操作的话 我们需要修改 呃 首先呢 就是他的一个模式 对不对 这个是输出的一个 普通的一个输出模式 现在我们要让他呃为 复用的一个输出 复用输出的话 就是这个af 对不对 这是复用输出 呃 我们复制到这里来 复用输出 我们写一下 复用输出 接着呢 我们就要改他的管角了 我们现在是 呃 对应的tom 14的通道1呢 对应的是pf9管角 所以呢这个啊 我们把它去掉 然后呢 接着这一些呢 呃 就不需要动了 这些就是默认啊 输出速度 一个是推晚的一个输出 呃 没有特殊要求的话 我们都是采用推晚的一种方式来输出的啊 上拉呢 我们也默认让他为上拉 这个是初始化 我们这个解构体 就是将我们这个配置好的 初始化一下 然后呢 初始化了gbio之后呢 呃 我们 看一下步骤 呃 我们需要对这个定时器进行初始化 那么定时器初始化呢 呃 前面我们都已经说了 直接从这个定时器里面 复制出来 这些代码 我们通通把它给去掉吧 省得 呃 看的比较乱 保存一下 定时器的一个初始化呢 都在我们上几个介绍了 在这里里面有他的一个初始化的一些配置 那我们直接复制一下 首先复制他的一个结构体的一个定义 对不对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呢 就是把他的一个结构体啊 那些给复制过来 定时器的一个部分 复制过来 呃 可以看到这里面呢 有我们上几个介绍的一个 呃 他的一个成员那个配置 呃 这是一个自动重装载值 这个是预分明器的一个值啊 我们通过一个 函数的两个参数来传递 那么同样呢 我们这里呢 也通过两个参数来进行对他定时器的一个 技术频率的一个设定 通过这两个两个参数 啊 这两个参数呢 一个用呢 呃 是 pr1一个用的是psd 那么这里呢 依然是定一个有16类型的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这个定时器是是啊 它是一个16位的一个定时器 所以啊 一个参数是用来设置我们的自动重装载值 那么第二个参数呢 使用来设置我们的一个 预分屏器的一个值 这样的话 哎 就将我们这个定时器啊 配置好了 我们配置呢 是我们的一个 向上技术的模式 这里要注意 呃 我们复制过来的时候 对有定时器的定时器式的一个操作 现在我们是对我们定时器14来进行操作 所以呢 这也改成定时器14 这里要千万注意 呃 接下来 还要配置什么 我们看一下步骤 呃 然后呢 就是正式对我们这个pwm来进行一个初始化了 呃 包括我们的pwm模式设置 呃 输出提性 还有使能等 呃 那么pwm的一个输出啊 呃 它是怎么来呃 说就是怎么来配置的呢 呃 同样 现在我们假设不知道好 我们可以在 他的一个呃 驱动文件 就是在我们的 呃 标准库里面 就是这个定时器的一个标准库里面 照他的同文件里 找到那个函数 找到tim.h这个啊 在这里双击他 我们往下拉 函数呢 都在后面 看一下他的一个 输出比较的一个函数 就是他的一个配置函数 在这里 这是输出的一个通道一 通道二 通道三 通道四 这个呢 我们讲步骤的时候也给大家说了 从初始化函数就是这一个对不对 这个s呢 x呢 就代表他的一个输出的一个通道 那么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定时器一时式的通道一 所以呢 是这个初始化函数 哎 那么这个初始化函数里面呢 有一个结构体 因此 我们要像定义 呃 初始化 定时器那一样 呃 先要配置他的一个结构体 对不对 呃 要配置的话 我们先定义他的一个结构体吧 复制过来 嗯 粘粘到这里了 粘粘到我们情绪 这里了 同样 采用这种方式来定义 我们前面呢 就复制一下 然后呢 后面就是 下面 就是对这个结构体来进行一个配置 我们复制过来 到下面来配置 呃 这个结构体呢 成员呢 有好几个 我们通常使用这个通用定时器 产生PWM的时候呢 只使用到了 三个 哪三个呢 我们点一下 好 下面就有他的一个成员 对不对 我们首先配置一下这个输出的一个模式 呃 这个PWM输出模式呢 有八种 那么我们通常使用的是PWM1和PWM2 这里呢 我们就使用PWM1吧 PWM1的话 哎 这个这个成员呢 我不知道啊 怎么写 那怎么办呢 哎 同样采用我们以前教大家的一个方法 通过他那个结构体就可以找得到 找一下哈 在这里 输出模式 输出模式的话 他一般他的一个定义啊 他的一个定义在应该就在这附近的 在这里 在这里 对不对 PWM1和PWM2 现在呢 我们使用PWM1 他有其他的这些模式 我们把它复制过来 不过 从这个名字啊 我们就可以看了出来 以后我们写他的一些配置的话 前面呢 他都是一样的 后面加个下滑线 然后如果是PWM1的话 就是这一个 如果是2的话 还是改成2 对不对 然后呢 接着 我们配置一下 另外的成员 复制我们这个结构请名 然后呢 点一下好 下面就会弹出这个成员 他的成员呢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配置一下 他的一个输出的一个 极性 我们前面说了 这个输出极性呢 也可以输出为高 还可以为低 那么按照这样的方法呢 刚跟刚才的一种方法 我们直接复制过来 再加个下滑线 然后呢 高的话就是high 低的话就是low 对不对 那么啊 我们写的对不对呢 我可以点到点到这一个啊 沟通的范 如果是正确的话 他就会指到这里来 如果是错的话 他就不会啊 定指到他的一个位置了 这一点要注意 那如果你是是输出极性为高的话 就是这一个成员 那么输出为低的话 就是现在我们设置的 我们就设置为输出为低吧 因为我们这个指示灯呢 他是低电频的啊 就是低电频的时候呢 他是点亮 高电频的时候呢 他是熄面啊 为了让我们这个 呃 实现一个呼吸灯的一个效果 就是说 由暗变量 再由暗啊 再由量变暗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让他的一个电压值啊 为小为低 对不对 为低的话 让他逐渐升高 逐渐升高 那么他的一个亮度就增加了 亮度增加了 再加到最大 哎 再让他这个值啊 啊 逐渐减小 逐渐减小 这样的话呢 就跟我们 呼吸灯呢 对应上了 所以呢 这里我们也让他输出为 即兴为低 为什么即兴为低呢 这个前面也给大家说了 通过他的一个技术器的一个值啊 跟我们这个比较期的值相对比 如果技术器的值啊 小于比较期的值呢 他就是输出为低电频的 下面呢 我们再配置啊 另外一个成员 点复制这个结构体 点一下 然后呢 另外一个成员呢 就是使能他的一个输出 对不对 就是这个 成员 那么这个成员怎么来配置呢 也很简单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方法 固执他过来 加个下滑线 如果是使能的话 就是enable 对不对 enab21 那么跟我们前面写的一个enable啊 哎 我们以前写的enable呢 使能呢 可以看得到都是大写的 但是呢 你这里不要不要全部大写 全部大写的话 呃 你到时候呢 就会有错误 你到时候会找不到 比如说 我们现在 写好了 我们go to defy 这个时候呢 就进入了 假设你现在写成的全部都是大写啊 那么这时候呢 他这里就有提示错误 那么你这样进去的话 也进不去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这里要注意 你如果不确定的话 你自己呢 就在他的一个投文件里面啊 进行查找 在他投文件里面进行查找 三个成员配置好之后呢 哎 我们就可以对他初始化 初始化的话 哎 就调用他的一个函数嘛 对不对 他的函数呢 我们就复制过来 那个函数名 函数名在这里 是他的一个通道1的一个初始化的一个函数 调用过来 注意 我们通道1呢 这里是1 对不对 那么你是其他的通道的话 你对应复制各自的一个函数名 啊 里面有哪个参数啊 有一个定时器的选择 还有一个结构里的一个初始化 所以呢 还定时器呢 我们使用的是定时器 呃 意思是 对不对 然后呢 另一个参数就是我们这个结构体 啊 注意他的一个 呃 传递的一个是一个指针类型的 所以呢 我们这里要加个地址 对不对 加个地址再 传递他的一个结构体 这样的话 哎 就可以对我们这个pwm啊 进行初始化了 初始化好了之后呢 呃 我们这里呢 看一下 初始化好了之后呢 哎 还要开启他的一个定时器 对不对 要开启他的一个定时器 你这个 pwm呢 才能使用 因为你pwm还是定时器的一个功能的嘛 你所以你要开启了定时器 你才有这个pwm 呃 这个功能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要先开启他 还开启他的话 就是pwm 啊 cmd了 cmd cmd 对不对 他已经提示了这个函数 我们直接 用过来 里面呢 就很简单 这个na我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还有个阐数 还有个定时器的选择 意思是 这样的话就写好了 呃 这个使能啊 定时器就是试的话 哎 这是最后一步 呃 这第五步呢 是修改他的一个占功比 这是通过我们主函数来修改 因为修改了占功比呢 哎 就可以实现 哎 我们想要输出的一个pwm波形 从而呢 可以控制我们这个 呃 小的那个亮度 呃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初始化还还有 还差哪些 呃 基本上这样写的话 我们就可以正常使用我们定时器 呃 一是 呃 通道一的一个pwm 输出了 呃 这样写的话就可以了 呃 为了 呃 能够 呃 让我们这一个 程序啊 嗯 更加的一个完善 呃 把它的一些漏洞啊 呃 我们补全一下 呃 有时候啊 呃 即使这样写的话 也是没问题的 你最好呢 我们再将 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呃 预装载寄存器 对不对 还有一个自动重装的一个寄存器 那么我们要使能他使能他 也就是说将我们这一个呃 定时器 意思是他的一个呃 CCR1上面的一个预装载的一个寄存器啊 使能一下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呃 定时器 他的一个呃 自动重装载值啊 也使能一下 不过你如果不写这两个函数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两个函数呢 在哪里呢 哎 在他的一个头文件里面可以找得到 在哪里呢 我们看一下啊 呃 在这里 呃 这是欧生一通道一的一个呃 比较的一个寄存器 呃 CCR1的一个呃 预装载寄存器嘛 我们要使能一下 他是这个配置 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函数 看一下 呃 上面呢 有他的一个介绍 使能和失能 这个定时器外设的一个呃 他的一个预装载预装载寄存器 这个CCR1的一个预装载寄存器 呃 我们使能一下他吧 当然你不写这两个函数的话 也是可以使用啊 我们这一个呃 PWM的通过上面的一个被配置 那么加上这两个呢 可能就使这个程序呢 更加的一个完善了 他里面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用来定时器的选择 还有就是用来 选择他的一个 呃 这里使能配置 使能还是失能 我们通过这函数里面的参数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他是使能还是失能 我们呢 就使能他对不对 所以啊 第一个参数是定时器一个是 那第二参数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使能 不知一下 使能 好 这已经使能让我们定时器 意思是在 在ccr1上面的一个预装载集成器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使能一下 我们这个预装载集成器 那么他这个函数在哪里呢 哎 因为我们这个定时器啊 它有一个 呃 自动重装载集成器 对不对 arr嘛 所以我们要要使能他 当然你不写这两个函数都是可以的啊 呃 这个函数呢 就在这里 这个就是使能 我们这个arr计存器的一个自动重装带值 从这个 呃 函数名呢 就可以看到 呃 他上面有介绍 可以看一下啊 你如果不使用这两个 这两个函数的话 也可以 我们这里呢 就为了保险呢 我们都写一下 里面的参数呢 又怎么来选择呢 一个是定时器选择 一个是使能啊 这里啊 使能又怎么配置呢 呃 在这里一个enable和disable 那么我们第一个参数是定时器适时适时 然后呢 后面一个参数呢 是enable 对不对 好 使能了 这已经使了两个进去啊 最后呢 就是使能我们定时器了啊 通过这样的配置的话 哎 就让我们这个程序啊 更加的呃 呃 没有漏洞 你通过加上这两条啊 不过你不加的话也可以 大家呢 客户呢 还可以保在我们这个程序技术上啊 你注释掉这两条 哎 同样是可以实现一个呼吸灯的项目 啊 但是呢 我们这里呢 就加上这两条吧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初始化呢 呃 已经配置好了 配置好了之后呢 呃 我们把这个函数啊 在他的头文件里面呃 声明一下 呃 我们编译一下 看到现在有没有错误 有错误的话 我们现在还可以进行修改 把其他的文件我们先翻掉 呃 省得看着不舒服 已经没有错 我没有警告啊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写了 呃 接下来呢 呃 这个定时器 意思是通道1的pwm 已经出售化好了 呃 通过这样的配置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呃 在pf9管角上面呢 能够输出一个pwm的模型 那么你要固定输出一个频率的一个pwm信号的话 哎 你就在这里呢 可以设定他的一个自动重参载值和一个预分频值 那么 如果要调节的话 哎 我们就可以在主函数里面通过一个函数 因为一个函数呢 可以设置啊 他的一个占功比对不对 我们就通过这个函数啊 来进行 调节我们这个pwm的一个波形 也就是调节他的一个占功比 啊 怎么来写呢 哎 我们就通过这个在主函数里面进行操作 啊 把这一些呢 都删掉 这是定时器一十四的啊 定时器一十四的功能 我们把它删掉 啊 同时呢 把它的一个语言文件呢 也删掉吧 deletext就可以了 好 这样的话已经删掉了 删掉之后 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编译一下 因为呢 我们要确论 对我们现在的程序有没有干扰 没有干扰 说明我们 现在呢 可以放心的写了 记得 我们要使用的pwm啊 它的一个投文件要包含进来 因为呢 我们待会呢 要在组函数里面呢 调用我们这个函数 对不对 要对我们这个 呃 定时器一十四啊 进行初始化 辅读过来 那么这个函数呢 有两个参数 跟我们定时器初始化一样 一个是自动重装载值 还有一个是预分频值 呃 它们都是16位的 呃 这里呢 呃 前面我们也已经讲了 怎么来计算它的一个 周期 呃 这里呢 我们就让它产生一个 呃 两k 两k 周期为两k的一个 呃 pwm吧 我们产生 因为你通过这个 arr 值啊 它就已经确定了 它的一个pwm的波形的一个频率 对不对 可以通过这个 arr 已经确认了 那么 要实现啊 占功比的修改呢 你只要修改这个cr 计程器 cr 计程器呢 它通过这个函数来进行修改 就是通过这个函数 通过这个函数就可以修改它的一个cr 计程器的一个值 呃 从而实现占功比的一个调节 那么要实现它的一个固定的周期 我们肯定是要设置定时器的一个呃 周期值 对不对 呃 怎么来设置呢 我们要设置成两k嘛 现在我们假设设置成两k啊 两k赫兹的一个频率 那么怎么来设置呢 呃 自动重装在值 我们这里呢 就设置成500-1 为什么-1的话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啊 后面呢 我们就设置为84-1 嗯 我们可以算一下 怎么等于两k的哈 呃 用其算器算一下 84啊 这个预分屏值是84 那么我们呃 app 就是电视机是它的一个时钟啊 是84到的 对不对 因为它是挂解在app1总线 那么呃 根据呃 app1总线 如果是分屏系数为1的话 呃 它就呃 是直接等于我们这个app1总线使用了 但是呢 通常呢 app1呃 分屏呢 它不会是等于1 所以呢 它是 呃 定时器是呃 时钟呢 等于app1时钟的两倍 所以是84兆 呃 84兆 呃 经过84分屏的话 是等于1兆的 呃 1兆的话 嗯 技术200 呃 500次 这个是500次 对不对 技术500次呢 呃 也就是多少 换句话说 呃 我们呃 产生分屏之后 它的频率是1兆的嘛 对不对 1兆的话 那么对应着一个周期是不是1微秒 那么这里要技术500呃 微秒啊 500次 那么就是500微秒 它的周期等于500微秒 对不对 周期等于500微秒 那么周期等于500微秒 那么它的频率等于多少 频率不就等于2k吗 是不是 2k赫兹 这样的话 我们就呃 得到了这个pwm波形的一个频率 啊 得到频率之后呢 哎 我们现在呢 就来调节它的一个战功比了 那么有的朋友他会问 为什么要得到2k啊 呃 这个是根据我们呼吸灯的一个效果 我们肉眼呢 呃 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效果 呃 假设你把这个频率啊 呃 调高或者是降低 那么你可能呢 会呃 看到一个指示灯呢 它会有闪烁的一个感觉 所以呢 我们呃 呃 要注意 你这个频率值啊 也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小 呃 不过大家呢 可以自己试一下 你可以将在我们这个基础上呢 把它增大或者减小 看一下它的一个灯的一个效果 接着我们就来调节战功比 那么怎么来调节啊 我们今天呢 就要看一下这个图了 呃 我们在这个图上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呃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呃 我们已经确定 确定了这个pwm的一个频率 对不对 是2k的 2k赫兹的 呃 现在呢 我们要调节这个战功比 呃 可以看到调节这个战功比啊 他就可以将它的一个高低电频的时间呢 呃 就发生变化 那么高低时间变化呢 呃 对我们这个指示的啊 相应的呢 它的一个输出的一个模拟电压啊 它的值呢 就变化了 呃 这个图从这个图中呢 也可以看到你高电频 低电频的时间不同 呃 它的一个对应者 一个等效的一个模拟电压值啊 也不同 呃 就根据这个原理啊 呃 就可以实现呃 指示灯亮度的一个变化 那么具体怎么通过程序来控制啊 呃 这里我们就要设置 呃 两个变量 呃 首先呢 我们要设置一个方向 对不对 呃 让这个 比较下 呃 从这里 呃 比如说先从 呃 从左往右的一个增加 然后呢 增加到一定的值的时候 呃 我们就让它从 呃 右往左的一个减小 对不对 就是说一个方向的一个控制 所以我们这里定一个变量呢 定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呢 呃 我们定一个U8类型的就可以了 U8类型的一个变量就可以 通过这个方向啊 呃 给它一个出值吧 0 那么通过这个方向来控制它的一个技术器啊 就通过这个方向来控制它里面的一个参数的变化 我们要实现这一个参数值啊 进行不断的变化嘛 对不对 呃 然后呢 我们怎么来操作呢 呃 通过这个方向 那我们先通过一个EF语句 如果呃 这个方向呃 等于0的话 因为我们初始值呢 就是等于0 所以呢 它会执行这里面的一个语句 那么这里面的语句啊 呃 我们已经设定了一个变量i 这个变量i呢 因为是16位的 那我们就将它转回16位 后面这个指示灯呢 我们就不管 啊 后面指示灯 我们把这些部分删掉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让第一指示灯来进行呃 呼吸灯的效果嘛 呃 所以呢 定义了这个边量 这个边量呢 是用来呃 呃 累加 累加的话 最后传到这里呢 我们要通过这个函数来调节嘛 这个函数来控制它这个占光比 就对 所以我们我们复制这个函数过来 呃 复制这个函数 呃 然后呢 里面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用来选择电视器 对不对 一个是用来选择电视器 另一个是用来传送它的一个呃 它的一个值的 就是我们现在要修改的值 m14 另一个参数呢 就是这个值 那么这个值呢 我们已经定义了这个i 对不对 这个i呢 呃 怎么来变呢 首先 如果是呃 我们默认的一个方向 现在是这个方向 呃 等于0的 呃 然后呢 就让i不断的自家 不断的自家 那么我不可能让他一直的增加吧 因为我们已经呃 在这个占光比这里啊 已经有它的固定的一个频率 对不对 一个固定的频率 那么这个频率啊 一个累计 这里有一个技术值 最大的一个技术值是500 呃 最大的是500 就是500减1499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不能超过就是499 呃 这里呢 为了呃 呃 当他到达300的时候呢 它其实已经亮度呢 已经变化不是很大了 所以啊 我们这里呢 就让他呃 等于300的时候就让他进行一个方向进行改变 让他方向进行改变 这时候呢 让他进行开始改变方向了 这时候呢 通过这个变量来改变 那么方向改变呢 哎 那我这里呢 就通过一个 E else 对不对 我们先写一下 然后呢 方向改变呢 就让这i呢 字减 字减之后啊 在如果是等于0的话呢 哎 等于0的话 因为他不可能等于负数嘛 对不对 等于0的话 我就让这个方向呢 又回到之前的那种状态 又开始累加 啊 等于0的话 他就直接到这里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程序给写好了 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啊 首先 我们是不是要让这个战功比改变啊 这个要传递一个i 要让这个战功比改变 我们是不是要调节这个值啊 因为这前面是选择定制器的嘛 方便才是调 调节这个值就能改变他的战功比吧 所以呢 我们要想办法改变这个参数 那么这个参数呢 哎 我们要定定一个U16类型的 啊 针对是我们 16位的定制器 所以是U16类型 U16类型的话 那怎么来进行一个改变呢 因为从这个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 你可以往这边移 对不对 往这边移的话 它的一个对应的 啊 你的一个高电频啊 但是我们在配置PWM的时候呢 我们是设置为D 啊 它的一个 低级性的 低级性的话 也就是说 你在 啊 技术 啊 这个CCRS值啊 小于啊 我们这个AR的值的时候 它就输出低电频 对不对 啊 因此呢 我们可以画一下 在这里画一下 因此啊 它是这么一个结果 首先啊 我们让这个CCRS 因为它的初始值啊 是零的嘛 对不对 这是AR是初始值是零 那么是零的话 啊 传递过来 因为它方向一开始是呃 是零的 它初始值是零 所以呢 它会自家 呃 自家的话呢 呃 它会执行 每次呃 自家的话 它都会传到我们的战功比里面 也就是说 呃 它是从零开始进行自家的 呃 我们的低电频呢 呃 我们先画一下 低电频就逐渐的呃 时间呢 就逐渐的加长 那么低电频控制的我们的小灯呢 就相关于点亮嘛 对不对 低电频点亮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小灯呢 呃 就逐渐逐渐亮 逐渐逐渐亮 呃 当它呃 我们再看到程序 呃 当它等于300的时候 呃 等于300的时候呢 呃 让它的方向就掉 呃 回过来 呃 这个时候呢 假设这个低电频已经到了这里来了 已经到了这里来了 那么呃 这是低电频 那么超电频是这么多 已经到这里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呃 方向要变动 方向变动 那就是回往这边走 对不对 往这边走 也就相当于把我们的I值啊 呃 递渐 递渐的话呢 呃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操作 将这个方向呢 呃 变动 变动之后啊 它呃 在进入if判断的时候 它就不成立嘛 那么就会调用这个else 对不对 进入这个else里面的语句 这个时候呢 呃 就递渐 呃 递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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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渐到这个0的话 递渐到这个0的话 在这里地方 呃 这个低电频呢 呃 已经没有了 那么全是高电频 那这个时候呢 灯是呃 最啊 最暗的 就是相当于熄灭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让他呃 回过头 又要递增 也就是说 又要让他重新啊 逐渐加亮 那么就是要让他的一个方向呢 进行呃 变成这个0 变成0的话呢 也他就要累加累加的话 那我们这个小灯呢 又要开始亮起来了 啊 亮到300的时候 哎 他那个方向又要变动 啊 这样就实现了一个呃 从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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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呃 由 由暗变量 再由量变暗 这么一个循环过程 这里呢 我们只是巧妙的设计了一下 这一个方向的一个控制 就相当于呃 这个地方 有一个滑快 那你通过这个滑快来控制它的一个方向 对不对 其实这个程序比较简单 只不过大家要注意这里我们设置为300 是因为我们小灯的亮度 你假设你这个值偏到300的时候 你这个低变频已经有这么多时间 如果你再往过来的话 你再大于300的话 你这个亮度可能小灯不是很明显 那我们就没必要再让它往上走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到了300 我们就让它方向的切换 但是要注意你这个地方啊 不能超过我们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技术值 因为我们这里已经设定了最大技术只有499 你如果超过499呢 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这一点要注意 这节课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其实程序的编写也非常简单 我们最后编译一下 编译一下 看来有没有错误 没有错误 没有警告 证明我们的程序呢是好的 这节课呢 我们其实只是把我们这个定时器的一个功能呢 演示了一下 只不过增加了一个输出的一个配置 对不对 跟我们定时器的一个功能呢 是比较相似的 在像这样的一个配置啊 只不过呢 我们这个输出 pwm输出啊 他要对应的一个端口对不对 要将他的端口啊 始终给打开 然后呢 再配置一下他的一个 映射到他的一个功能上面 再配置他的一个复用输出 这样的话 哎 我们就可以实现pwm的一个功能了 然后呢 通过这个函数就调节他的一个三公平 还有就是怎么来计算啊 你这个pwm的一个频率 这个跟我们上几课讲解定时器中段的时候呢 是一样的 你怎么来计算他的一个定时时间啊 在这里呢 就相当于一个频率嘛 对不对 其实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定时的一个时间 大家客户啊 可以按照我们这个程序啊 来编写一下 自己要动手编写 一定要动手编写 你只有自己动手编写呢 出现问题了 你才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如果你只是光看的话 是学不会的 课后呢 大家也可以使用另外的一个通道 像我们这个原理图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蜂名器我们已经讲过 对不对 那看一下蜂名器管角对应的 这里有个定时器13通道1 他对应的就是这个蜂名器 那么你可以让这个定时器13通道1呢 输出一个pwm 那么pwm啊 我们前面也讲过哎 你这个蜂名器啊 要让他的一个呃 音调啊 一声音大小改变呢 你可以让他的一个战功比改变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可以控制这个蜂名器声音的大小通过pwm pwm 其实啊 你的一个设置 跟我们现在今天这一节课讲的程序啊 其实是啊 类似的 只不过你改一下他的一个定时器啊 呃就可以了 下集课啊 我们再见 对不对 看下集课啊